好,各位同学来测试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声音吗 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声音吗 各位同学可以听得到声音吗 好,那成都清楚 昨天和大家去谈起到说重要的会议会影响到这个行情 那昨天晚上明显看到是美联储左右的市场的行情 然后是Bord of Governor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这个委员会 然后这个网页呢 我一直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网页 把它存储起来 把它存储起来 放到我们的添加到收价 网络收价夹里边 然后把它放在持仓和重要官网里边 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整理 在这里面整理上面 你就可以找到这些重要的 重要的这些官网的这些信息 包括我们看到昨天去谈及到 很多网站上都会去公布整理 或者是解读他的这些所说的话 Information received since federal open market 就是美国的公开市场委员会 然后在Journey的时候说了这些的话题 很多同学可能会在这儿 也觉得有些不太清楚 那其实你得到这个网站之后 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就是好多同学 你不是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怎么办 复制 谷歌上面有翻译 或者是中间有翻译 然后翻译过来以后 现在的这些翻译软件也都做的都比较好 假设你英文不是特别好 也可以去看到它的这种最直接的翻译 那中间我们看到六月份以来经济适度增长 我就在这边去说这个中文的内容 经济适度增长 根据法定的授权 联邦委员会促进最大限度的促进就业和价格的稳定 鉴于全球通胀的压力 委员会决定将它的目标降至4 又就降至2到2又2.25 就是2% 回归到2% 那这个行动的支持了委员会的观点 那中间我们看到 强大的劳动力市场和通胀 捷径其对称的目标 注意这很有一个意思 就是对称的目标 就是这个2 国际上通行的认为 2到3 是最理想的通胀通胀的这个数据 现在正好是处在这个通胀的数据当中 那对货币政策有投票的 有罗杰鲍威尔 然后杰鲍威尼斯 然后等等等等的去维护到他的这个利率的不变 市场在去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昨天 在昨天去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这个话题的是相对来说 降息的规模比较小的 降息的规模比较小 那降息的力度比较弱 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去看到了一个图 昨天的时候跟大家去做了一个图 做了一个图是摆在这儿的 摆在我们的这张图 昨天的时候跟大家说了说了这张图 那么昨天在谈论的时候 谈论这张图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就路径选择来说的话 我们昨天说 所以大家要连续的听这个内容 昨天如果没听的这些同学 可能在今天时候有点有点一头五水 昨天说有三种可能 第一个降息无后续行动 第二个降息有持续预期 第三个按兵不动 且下次再说 想现在在这里问一下 你们都是这些参加的同学 都是连续持续在这边参加 听客的这些同学 我想问一下最终走出了哪条路径 那首先降息了吗 我把这个聊天打开 最终走出了哪条路径 首先看是降息了吗 是降息了 那降息是有持续的降息预期 还是无后续行动呢 暂时我们会看到 你看很多同学看到 成都刘宇洋 然后曹磊 然后延永宇 我们看到它是降息且无后续行动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 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很多投资人 其实能够清楚的知道 他到底走了哪条路径 降息无后续行动 那我们在昨天进行推理的时候 也有同学说 降息且有持续的预期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间来看一下实际的解读 来看一下这些解读 是否对它将来进行持续降息 有这种评判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状况 我们看到说 近期呢就业稳健增长 这是对美元比较好的这个说法 失业率仍然很低 这是好的说法 家庭支出增长开始 家庭支出的增长 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增长 商业投资的相对疲软 食品的通胀的低于二 整个通胀的调查 几乎没有变化 那中间我们看到说 他在描述这个规模的时候 在确定联邦利率范围 以及未来调整时间规模的时候 委员会将评估其最大就业目标 及对称的2%通胀目标 以及相关的实际状况 该评估将考虑到广泛的信息 以他的读书 那这句话其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评论 这是一般性的评论 所以我们知道在中间的时候 他走出了一个路径 就是没有再次降息的这种预期 没有再次这种降息的预期 没有在中间去公布说 我们下次是否是否降息 没有这个中间去弹吉他 所以在中间这一段话当中 定调的一句话 是说美元会将去考虑到2%的预期 将会考虑到2%的这种预期 然后降低了四分之一 所以他实际上 我们说他走哪条路径呢 实际走的是降息但无后续行动 所以昨天的行情啊 我们看到他走了这条 走了这条路径 很多 很多 投资人在去 看行情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那么细的去看到 但是 如果你真正去仔细去解读他 或者说去看他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讲话直接影响了市场的 影响了市场的行情 直接影响了影响了市场的行情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那昨天在讲话的时候 你当然也可以写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公开的这个statement 包括他的讲话的内容 每次 每次讲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来听听啊 45分钟时间 当然我不是说45分钟跟他一起去说他 这是他的记者招待会啊 每次在记者招待会当中都会有很多 这个 都会有很多的这些新的讯息 然后提供进去 我截一个他比较好的图 然后跟大家去来继续去 这是下边的各家的一些记者 注意 注意实际在公布之前 就是在公布之前 这些记者是已经 怎么就找不到他一个看眼看屏幕 这是他在记者招待会当中啊 那这次记者招待会当中 我们说他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啊 就是这个上面所表达的 所表达的含 算了算了 不结这个图 不结这个图 就是 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听起来也比较费力 然后就不再去再去多在这个上面去花时间 总之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这这上面 好在这个上面 他相对来说 美联储的是一个 是一个相对来说偏樱而不再去降息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行情反应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说哪个货币受到的影响最大呢 很清楚啊 昨天黄金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黄金受到的影响是是是最大 那我们看到在30分钟图当中 在昨天晚间的时候走出了一个刷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降息一下下来 好 行情行情是分几步的 第一个是这个行情冲下来 然后再跑上去 这一段就是他的这个 甚至还收了一个阳线啊 这一段是市场的预期和他相符合 这个预期和他和他相符合 就是那个25个基点的降息 好 在中间25个基点的25个基点的降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他去进行这个这个解读 还有这个招待会的时候 会对他将来的政策进行一个解读 那这些解读都都告诉我们说 哦 他不再会会降息了 至少在目前情况下 他宣布的是不再降息 注意有几点啊 Federn Reserve这个鲍威尔强调了几个内容 强调了经济持续扩张 强调了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在改善啊 中间他在说 失业率虽然很低 这其实是保义词啊 就是近几个月就业稳定增长 失业仍然很低 经济势度增长 这全部都是对美国经济一些利好的评判 这些利好的评判都表明在将来 至少在这个中间不是一个强劲的说要降息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动作啊 是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图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行情实际上走的时候 昨天也走的蛮单边的 这个行情会持续一 持续一段时间 黄金这个行情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黄金的图啊 进入到黄金也有一段时间没做 黄金的日线日线图走势了 这个我们看到这是 July July 这是 July的图 然后这个我们把它变成SMA200 收盘价 然后SMA200用一个金色的线形来表示它 高的线形来表示它 它是中间的SMA200在中间 在中间 那黄金在目前的时候啊 大家也可以设置成跟我一样的属性啊 就是设置成跟我一样的属性啊 这样的话会看的比较清楚一些啊 我一直这是我喜欢的这个这个属性啊 喜欢的这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加上来之后啊 很多啊 经常你会看到有好多这些金融平台上面有些首席分析师就用的这个颜色啊 那如果你看到它是用的它的背景颜色是Light Golden Road Let's Golden Road 这个颜色它在这儿这个颜色在这儿 如果它的这个配色方案是这样的话 背景是这个浅金色浅景黑色 阳柱黑色 阴柱黑色 阳柱红色 如果你看到它的配色方案跟我一样的话 那你很可能跟它可以打打打打 套套近乎 你说Kamen老师你是你认识Kamen老师吧 我觉得99%的情况下他认识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设置成这样啊 比较互演也比较清楚的一个一个模式 那在目前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它具体的走势啊 黄金在走的时候我们看到 它原有的这个趋势线啊 逐渐开始在这儿走出一个破位 我们说交易当中有一种反转叫做123反转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上上周的时候说过一个突破的概念 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我们说到一个突破的概念 突破假突破 好吗 突破假突破 那这一周呢 我想因为这一周的是重要的数据比较多 所以我们一直在 所以一直在去讲基本面那我们这本来是我们说潘先生说想讲原油的这个这个效果 但是这只一直讲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特别重要 那我就在这儿了把把我们今天的内容也继续去贯彻始终吧 然后继续把这个基本面内容跟大家去讲下去 因为最近的基本面确实是相当的重要 我来和大家去我们在这个上面去来和他一起来探讨黄金基本面 其实你你把握住了这些的时候 你往往往在交易当中能够去把交易能够做的做的做的更好 能够做一些中长线的长线单 美联储主导的行情 好这是这是美联储主主导的行情 好我们是以黄金日线为例 黄金黄金日线为例 好那中间除去美联储在这边主导行情之外 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图形在走的时候 在这实际上在技术面上的也完成了一个 技术面也完成了某种反转 我们中间叫做123反转 技术面完成的叫做123反转 那高点不再创新高 低点趋势线被突破价格的低点被突破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123反转 包括在顶部的时候还出现了我们非常 喜欢看到的这个形态 这种顶部的吞没形态 顶部吞没形态 所以这个图形如果在走开的时候 下一步目标位置的就是这个盘整区间的最低点 盘整区间最低点盘整区间最低点 盘整区间最低点就是和它相互水平的位置 这是中间这个关卡价位了 对标过去这个价位 还是我们之前非常重要的价位 1380 我们在之前把这个位置 把这个位置上的点位上的空单取消掉了 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实际上 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补单去 在这边去补单去入场的 就假设有 那我就在这边去做补单的入场动作 就是行情会再次 行情会再次确认这个走势 那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说 行情已经从这个位置上下来 那关卡价位在哪里呢 这个图形的关卡价位在 这个关卡价位在 1380 这个是1380 这个是它这个关卡价位 摆在这个位置上 1380这个关卡价位 那这个位置如果反转了的话 那它真的就会形成一个大格局的反转 一个大格局的反转 今年下半年 那从8月份开始 8 9 10 11 这几个12 其实到11月份 就是从 从现在8到11月份 主体行情 那为什么是8到11月份 不是 为什么不是12月份呢 我一直说 美国的行情 每年到几月份为止 它每年的这个行情 从2月份开始 运行到11月份为止 那每年有同学说 那Kam老师 那他每年的12月份和1月份干什么 12月份和1月份休息 Holiday 圣诞节假期 新年假期 感恩节假期 澳洲的Boxing Day New Year Eve Christmas Eve 所有的这些节制 都是摆在这些里边的 所以在这些时候 交易很清淡 那美联储主导的行情 会主导多久呢 主导2到 主导8到11月份 一般情况下 在11月份的时候 还会有一次 就是在11月初的时候 就是我们纵弄今年年末的时候 11月初的时候 还会有一次 就是11月的第一周 4到10号的这周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周 那好多同学说 为什么Kam老师 你为什么知道 4月 10月初的这一周很重要呢 我之前想定我们高级班的时间的时候 就想定在这一周 4到10月10 美联储的议息 英国的议息 澳洲央行的议息决议 所以这一周 是今年当中 年末的年末大西 将是最重要的一周 没定在这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后来把我们的高级班的课程 定在了18到24号 18到24号 但是 美联储主导的行情 会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份 是它的主体行情 哪位同学来帮我查一下 今年美国的感恩节是哪天 查一下 帮我查一下感恩节是哪天 美国的行情截止到感恩节 那就在这 这边就停顿了 11月中完结 这是它的这波行情 那就目前而言 我们来看 如果这波行情走一个比较深的回调 它会走到哪里呢 我觉得中间一般来说 顶有多高 底有多深 好 那 告诉我们说 是11月28号 美国的感恩节 美国的标志方法是November 28 就是你看到这种标志的方法 月加日的这种标志方法 这是美式的标志方法 澳洲的标志方法是28 11 2019 那中国的标志方法呢 中国是2019年11月28日 所以中间会有一个不同 好 那假设我们去看待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在 今年的 今年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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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从 它是从就是在2019年最低的位置 大约处在2080这个位置 走出一个大阳线 这个位置如果进行有效回调 回调到50%或者618的时候 回到大约1300的最终的支撑阻力的关卡价位 所以如果这个单往下走开始往下运行 它的目标呢是1350 那就这个单如果往下走的时候会走到1350 大约 这个1350的这个关卡呢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价位了 1350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价位 那我们说1350这个数值 它是技术面上的高低点 与此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行情如果走开的话 假设走这个2币等长 我来想想看用什么方式来去描述这种行情 比较好比较好呢 这是它的顶端 这是它的顶端 那如果这样下去之后呢 它的目标将会是1300 所以将来这个行情会走到哪里呢 我觉得它会走到一个1350 或者是到1300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 逐渐去逐渐去走的比较 比较比较这个深的这些位置 这是它的几个关卡 那目前技术面上我们发觉 123反转已经确认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123反转 已经确认的这个这个结构 那相对来说 我觉得将来的行情 还是一个一个弱势偏空的行情 那中间几个关卡价位呢 第一个关卡价位 它的下边的一个关卡价位 就是它的下一个关卡价位 它的下一个关卡价位 将会是我们说的1280的关卡价位 1380 整数关卡那技术面整数关卡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这一波行情 这波行情 那美国目前的美国目前的 我们看到它美国目前的政策是什么了 经济向好 那我们引用它的原文 引用它的原文来 来去做一个做一个说明 它的原文是什么 原文是我们看到它 它在最近的时候 Information received since the federal market 这些就是 这是它的一个叫做兵与虫具 兵与虫具 Labor market is strong And economic activity has rising 这是它的中间的一个 Job gain campaign 就是这个获得 获得这个劳动力的L还逐渐再去再去提升 这是它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它连续降息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弱的 连续降息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弱的 那我们在中间认为就是基本面上相对来说是美元比较 美元比较强的一种可能性 当然除去除去我们说一种可能假设 美元比较强 那也有可能说黄金也强 黄金也强 比如说我们忽然哪天金三胖 我们的亲爱的金三胖说不发一个导弹 发出去了 发一个导弹会怎么样 黄金马上上来 这是看到的 我来看看聊天当中大家有什么 那我们看到刚才 艾拉多梦11月27 哪个哪个更确定呢 我不太确定 那与君相识出见孤仁贵 这位同学是生活在哪里呢 我知道几位同学的生活地点 高军是在墨尔本 曹磊是应该是在江苏 艾拉多梦也在江苏 这个与君同学是在哪里呢 那与君同学是在美国 然后这些同学是在 打错了28 对 对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 好点个OK发给各位同学啊 好 那发给各位同学 这是我们看到最近的走势 最近的走势啊 来看来看具体的这个行情运行的这个规律啊 好 本正美元比较强的走势啊 最近做了几单 第一个美元对日币 可以模板一调啊 可以模板一调 美元对日币昨天我们做了每日的多单啊 破位的多单 跑进去了 嗯 昨天我们做了每日的啊 美元对日币的多单 哎 怎么美元对日币 竟然还有一些浮动的亏损呢 应该啊 他冲上去之后呢 现在再走一些回调啊 美元对日币再走一些回调 呃欧元对美元呢 是从高位上啊 是从 那这个位置上呢 冲下去了 啊 欧元 四小时图 啊 这是欧澳啊 这是欧澳 啊 欧元对澳币啊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 欧元对澳币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 欧元对澳币顶部3k反转一成立 然后跑跑跑跑下来 啊 3k反转一成立跑跑跑跑下来 那呃 我还是先从直盘货币开始 直盘货币当中英镑啊 今天也是有意思 英镑在今天的时候 目前的价位是1.21 啊 1.210几啊 也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说 1.2113 它的最低位置是在哪里呢 英镑的最低位置 在最近几年最低的位置 也就跟他现在相去不远了 最低的位置 摆在了1.1913 距离现在200点啊 距离现在200点 我几乎可以这样做啊 就假设这个行情 再往下走一走 我一直说 我可能在这儿的就去啊 多一些啊 啊 我在这边就可以去去多一些啊 去把去把他去去做一些多单啊 看看他啊 看看他能不能 呃 能不能走出一波反转的行情啊 另外 欧元对瑞士法拉也涨上来了 那 这是一手一手做的就是我们手动做的单 啊 澳币对纽币也在也在运行当中啊 啊 欧元的空单也在运行当中 我们看到昨天也有意思的就是欧元 走破位行情 啊 昨天的欧元走出破位行情 那这个单应该是大家一起做的一个单啊 欧元从关键的关卡价位上啪一下破下去 啊 做了一个欧元的空单啊 目前这一0.7的欧元的空单 今天早上做了一些检操和平操 那 现在呢 还是有一些浮动的 啊 还是有一些浮动盈利在这儿啊 浮动盈利在这儿 我现在把这个单呢去做一些调整啊 止损 原来的止损呢是摆在了1.1098啊 就是获利的位置 逐渐呢 我们可以把它啊 加上一个跟随止损 啊 做一个跟随止损 所谓跟随止损就是行情不断啊 你听这个钉啊 钉的这个意思就是他在往下走 他在往下走 他在往下走 我的止损就跟着往下走啊 你看他在跟着跟着就往下走了 928 925 922 看到吗 921 看到吗 921 看到这个数字在变吗 这个数字在变的时候 其实就表示说这个行情的一直在走 那就表示这个行情的就一直在在走 好 那我们就看到手机上面钉钉的声音就是说他不断的在调整这个止音止损的这个不断的去在调整这个止音止损的位置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啊 欧元兑美元我觉得日后的走势呢还是比较偏空的啊 还是继续偏空的 那行情目前来看啊 逐渐构筑顶部开始加速下行 原来是缓慢下行 波段盘整的缓慢下行 现在是开始加速下行 那开始加速下行 那这波加速下行啊 有有同学问说他会 呃到哪里呢 这个行情会 会 呃 会到哪里呢 我觉得 嗯 很难讲说他到哪里啊 因为 在 月这个级别上 欧元和兑美元呢是几乎走到接近平价过 接近平价 现在还有六七百点这个空间可以去运行 慢慢看看他 看看他事后怎么走 日内交易还是把Z模板调出来 四小时图上的Z模板半小时图上的呃半小时图和15分钟图 半小时图当中看看能不能长回来啊 今天如果图形出现在1.107几的位置上的时候 那这些位置的时候就会出现新的这样的做单的机会啊 在这个高位上去啊 在高位上去出现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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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单的这个交易的机会 嗯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图形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嗯 嗯 这是看到的这个这个这个图形 呃 然后再继续往下的时候 欧元兑美元 我觉得日内交易啊 他的波幅啊 就是日内交易的时候波幅很重要 平均波幅 现在的平均波幅是20点 所以欧元兑美元目前如果做的话 他的啊 止盈止损呢 我觉得 嗯 止盈止损应该摆在20左右 就是啊 在20左右 那我们刚才所所做的这个移动止损呢 我们刚才所做的移动止损在4小时中 我们看到他是拨20 这个移动止损呢最多40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张单我们刚才设置了50点的追踪止损 可以把它再小一些 再跟的近一些啊 把它摆成40点也可以 刚才是50点 刚才是50点 那跟的再近一些 跟的再近一些 它就会 只要它一往下 它会跟的 马上就跑下来了 止损就马上就跑下来了 你看它40点 你看我设的40点的跟随止损 它已经由刚才50点变成80了 80了 这个这个地方只要往下走 它就会跟着往下走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的状况相对偏空的 美元对瑞士法郎是多头的这个迹象 美瑞我们现在还做的多单 目前有美瑞的多单 7月25号的美瑞多单 嗯等等还是在运行当中 日线图当中 日线图当中 我们看到美元对瑞士法郎已经接近云图 接近到云 那价格 价格在云当中 等待穿越 上面SM200形成 形成压制作用 美元对瑞士法郎上边的高点 它其实挺远 美瑞 但是美瑞有个好处 就是美瑞的实际波幅很小 美瑞最高点 1.12 1.02 最低点97 一共500点 跑了一年跑500点 所以美瑞是一个相对来说 波动很稳定的一个货币 对 是特别值得大家去 是 特别值得大家去做交易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币种 特别 是 容易去 做的一个一个币种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对 瑞士法郎 最近的时候 我觉得美元对瑞士法郎去做一些多单 也还可以 包括日内的多单 四小时或者说 小时图上这些多单的 你要找一些位置 昨天走一根大阳线走破位 其实它结构很清楚 涨回涨的一个结构 结构很清楚的一个 一个一个涨势 然后看看它继续涨到哪 我觉得美元对瑞士法郎 还可以继续去持有它的多单 持有它的多单 昨天在做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 澳币 澳币在目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虚弱 主要的原因当然很显然 主要的原因 就是 美元太强了 就是美元太强了 澳币在每次都是逢高冲下来 现在又走到高点了 所以我们刚才 再次去 入场一些澳币的空单 包括现在 我觉得做一些澳币的空单 也还可以了 实际当中 实际当中 在 在我们的做单当中 澳币刚刚进场一单 刚刚进了一个空单 刚刚进了一个空单 所以 有兴趣同学 也可以在这去进一个澳币的空单 0.26首的澳币的空单 然后在这儿 可以去做一些他的 做一些他的这个动作 做一些澳币的空的动作 当然澳币目前来说 他的这个 幅度并不大 二三十点的幅度幅度并不大 所以 走不走不特别多远 这是中间的一个 遗憾的地方 走的不是特别远 那当然现在也已经成正值了 还在 还在跑的过程当中 还在跑的过程当中 澳币的单 我觉得 获利到28 稍微有些远 获利到28的这个 29的这个位置 稍微有些远 当然 他的确是符合交易系统 但是他 走到那个位置的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些远 所以做澳币的空单 还是谨慎一些 随时可能反转 这个澳币 大关卡 当然澳币如果要破下去 那也是了不得的事情 澳币如果破下去 也是一大波行情 那我们看到他的破位点 那我们看到他的破位点的是 6828 6828 我在这儿建立一个破位单 088到588 就是这个50点 那假设这个单跑出来呢 跑出来的话 我可能 我可能就会跑得很低 假设 要走出来的话 我可能会 会继续去去 继续去 去跟这个单 假设他破位了 我可能会继续去 去追加他的仓位 这个单 相对来说是比较偏长线的一个单 相对来说是偏长线的一个单 相对来说是偏长线的一个单 是表示说我们在中间假设他从这个地方 破位下去 因为是有这种可能的 是有这种可能 因为欧元已经破位下去了 那英镑就是澳币有可能走这个破位行情 那与此同时下边的这个获利的空单呢 我就把它摆的少一些 稍作获利 我就把它去获利了结 就是避免过大的仓量 就是在澳币层面上 一 我们认为他有可能走 有可能走反弹行情 走到底部 1.0.68走反弹行情 还有一种的就是冲下去 无外乎两种 无外乎两种行情 所以这是我们对澳币的这个看法 纽币也是接近到这个轨道上面 开始可以空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最近常做的一个单 澳币对纽币 澳币对纽币目前 澳币对纽币似乎又重新有了一些交易的机会 这个澳币对纽币涨上来今天又收回来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澳纽的单 这是我们集体做的又收回来了 有没有同学有澳纽的单呢 我们的这个同学是在涵单 有哪些同学有澳纽的单 哪些同学有澳纽的单 那澳纽现在是在顶部震荡 我觉得澳纽之后的可能会走出一个三角形收敛整理 走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三角形收敛整理 走出三角形收敛整理之后 走出这个三角形收敛整理之后 那我们说齐形结构最有可能的这个运行方向 是向着多的方向去 向着这个上方的方向去运行 上涨回调冲上去 所以现在我觉得中间 一个去做一些减仓 把这个仓位再减一些 我们昨天顶到高点减了一些 今天再减一些 同时如果价格再破位的话 我再把它补回来 做一些仓位的调整 把这个获利单再减少一些 澳币对纽币目前有145的盈利 平0.4 平仓0.4 做一个获利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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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一下有没有在1.0410 或1.0420再往下走这个十来点的时候 再走出一个买入的机会 今天如果跑到这的时候 我会在这 几乎就是回到这些低点的时候 回到这些低点的话 二话不说就买进来了 那就是与我们原来入场价位相平起的这些位置 进到这二话不说就买进了 这一点交易上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所需要有的这些 这些素养 需要有的这些素养到了那些位置就做那些单 到了位置就做那些单就跟上交易系统 所谓的我们学习交易系统它的作用就是这样 到了就就在这去把这个单去这个执行进去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他 美元对日币 美元对日币在走调整单 美元对加币也很有意思 美元对加币昨天我们在中间认为它会空下去 做了一些空单 结果它涨上去了 中间美加的原因也很清楚 美元强了 美元走出一个强势 没有朝下反转 朝上反转上去 所以昨天美加 昨天美加一开始往下走 我们做了空单 最后冲上去 最终导致美加运行的主要原因还是 主要原因还是美元的原因 这是它的主要原因 这是美元对加币 另外在今天还有一个货币特别值得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就是欧元对 欧元对英镑 欧棒这个单 欧棒这个单 在顶部完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图形 日线图 拉到比较近 现在是破位之后 走一个双K反转 就是破到上边之后 走了一个双K反转 也很微妙 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支撑变阻力了 还是顶部形态呢 不太确定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 几种单都可以了 高位的空单 还有底部的多单 其实都是可以 欧元对英镑 欧元对英镑 欧元对英镑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单 欧元对牛币 欧牛也是走的比较凶 顶部3K反转成立了 指标上已经落到它的下边了 已经落到它的下边 已经阴影已经朝下走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会看到 欧元对牛币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交易了 而且在今天的时候 它从趋势线上面破下来了 突破趋势线 突破下面的 碎形的低点 50的位置突破 这个图形是明显 已经有了一些顶的这个 有了顶的迹象了 所以今天如果反到高位的时候 到50上方的时候 比如说5070等等的位置上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些高位做空的这些机会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一些高位去做空的机会 就是欧元对 欧元对 欧元对纽币 黄金刚才说过了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可爱的A50 又变成了一个空头的走势格局 新的一波空头走势又开始了 美股也是 美股从高位上3000点开始下来 昨天的时候行情其实 美国降息力度不够 对于美国的股市还是有所打击的 对于美国股市还是有所打击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周线图上 类似双K反转又回到一半 我觉得在今天 在接近3000点的位置上 我觉得可以去适当的去空一些美股 空一些这些股票 逐渐走到头了 看比较一下看看哪个 用哪个空了 我们之前还有了 还有澳股的多单 对吧 还有澳股的多单 很久远之前的澳股的多单 对不对 澳股的多单 12月28号澳股的多单 已经运行了很久了 现在我觉得在顶部的时候 随着行情逐渐的反转 以及美国降息预期的这种减弱 我觉得澳股可能会走到一个完结的时候 澳股会走到一个完结的时候 相对来说是会 会重新洗牌重新洗牌 美股 美股可以做一些试探性的交易 所谓试探性交易 就是你尝试在这边去做一些单 或者还有一种就是 你把它做在破位的位置上 之前我们做过这个位置 就做过2950的位置向下破 就再往下走30点 那真的是见顶 做一手呢 手到最高点 做一手呢 手到最高点 做一手交易 注意刚才我点的10实际上是1 跑到最高点的时候 它的止损会是1000奥币 止损是1000奥币 所以它的止损也是相当的 可以说是相当的低 止损可以说是相当的低 那所以我们在这儿 美股我觉得有可能在这儿见顶 但是见顶我也是顶部确认之后再去做 不要轻易的在这儿去尝试美股的这个空单 在这边再去等一等吧 稍微等一等 原油又往回走 好 还有几分钟时间 给大家留一些时间来问问题 看各位同学 你们在中间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刚才 A阿多曼说有奥牛的两手 有奥牛 然后有些计算 减仓奥牛 减仓奥牛的奥牛的单 减仓也可以 刚才我们也把这个单仓位的减了一半 把仓位减了一半 都没问题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说 你在做单的时候不要就做一个单 坐上多做几个 那另外我们在中间 在中间有一点就是 你做单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是实单账户了 我想各位参加我们课程的去 应该是实单账户 第二个就是实单账户 稍微有一些规模 有一些规模 就是你可以在中间的就是 行情走出来的时候 你能够做一些 检查平仓或者是一些调整的动作 做一些做一些调整的动作 这是我们看到的他 好给大家一些时间来提问题 那时至今日 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给我们给老学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会 就是如果你身边 因为我们好多同学他们身边 有很多做交易的交易者 有很多做交易的交易者 那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交易者了 你也可以给他们来介绍一下老师的课程 那当他们如果去报名的话 我们会给予同学们 30%的课程的报名费用作为回报 那这是八月份的一个特会 八月份 而且还有一个特会 就是八月份报名的都是8.19折 接近八折 8.19折再去报名 是8.19折 那如果有新人报名的话 那还有一个给你的三折的优惠 当然我们同学也可以自己给自己报 那就大约会相当于说五折 五折在这个时候去报 就是已经报名的同学自己在八月份再去续报的话 那一个返还了30%的这个这个报名 第二个还有一个8.19折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 他我来看看各位同学的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看到欧元的止损位置的不断在往下移 欧元还在继续的向下运行当中 现在是38了 好现在是38 那中间日经然后看一下 今天日经倒是日线图在走反弹 港股呢 港股今天非常差啊 港股跳空下行 新的一波下行走势开始 港股走的非常差 港股这个走势可不是太好的走势 今天又从 月线图上在今天的时候又开始开盘就往下跳 走了一个跳空行情 所以港股在今天是不太有利的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英镑在中间下破道 继续往下走 走到了1.21的下方 那镑也是走的非常急 这波下跌如果非常急的话 那镑如果它缓慢跌 我倒觉得它有可能继续往下冲啊 就是能够冲下去 如果像这样跌的话 我觉得它大概会停到哪里呢 会停到1.2的这个关卡价位上 现在距离这个关卡价位 大概就是140点到150点了 最近几天的时候密切关注英镑 密切关注英镑可能的反转行情 在这密切关注英镑可能的反转行情 好我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问题 UK100 UK100我是有交易单的 UK100现在有浮动的亏损 现在有浮动亏损 就是我认为这个UK100 是往下走的走的不太有力 但是呢 它昨天前两天又冲上去又回来 目前还在这个位置上上下的震荡 也没创创出新高又回来了 所以UK100我保持原有的这个仓位 止损的位置还是摆在了最高点的7900 目前浮动亏损大概520 520 520 那中间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有些人问到 也问到我一个问题说 看了您的一个操作就是 丁丁的声音就知道跟随止损是怎么操作 这种操作在今天之前是不知道的 有稍稍有点复杂 其实这就是把你的电脑当中的讯号 让它自动的去发射到手机当中 我觉得这位同学可以下来找一下我的小助手 让小助手来教一下 中间有些具体的操作细节 相识若初见同学 找一下我的小助手 他们都会 他们都会 让他们来教一下你怎么去 操作它 然后 之前的 Ping bar如何看出与预期相符合 如何看出 你是说与哪个预期相符合呢 全然是说是说哪个预期相符合呢 你是指的哪个预期相符合呢 昨天我们在说说这个行情的时候 它可能走出几种类型的行情 昨天我们说可能走出三种类型的行情 可能走出三种类型的行情 就是一个持续降息 且有持续的预期 你是说的这儿吗 我不明白 针头学的问题 日图里 日图里 M15的第一个 什么叫日图里M15的第一个呢 降息 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黄金 黄金 来摆一下黄金 日图里边第一个 其实黄金实际上是往下走的 目前黄金还是一个 比较虚空的一个 比较虚弱的一个 比较虚弱的一个 比较虚弱的一个货币对 还是往下走的 所以整体上黄金我觉得 交易的方向上还是偏空的 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解盘 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很多行情还不一定能够说 说完全 所以各位同学在参加的时候 注意提问题 注意把你自己的这个问题 去提出来 问到我说 Cam老师这个怎么做 那个怎么做 把这个问题去提出来 这样的话 能够做的 会更好一些 我们的解盘的效果 也会更加理想一些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今天的内容 好 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 昨天有同学问到说出消息之后 我明白了 出消息之后我们看到 这个行情一点 然后一回 这种点回往往就是 所谓的符合预期就是 一看它确实是降了 降了25个点 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说 降息降25个点 占百分之多少的可能性 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 昨天说了 降25个点 是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 那 昨天在第一时间公布利率之后 他就走到了这一步 降息八成 降百分之二出 然后很快就走 四选华尔街 美联储降息 应对分析 接下来下一步 就是等他的那个 话语说明 那等他话语说明的时候 就有两种可能 就是他一旦降息 他的可能性呢 就由一二三变成了只有一二 第一个就是降息无后续行动 第二个降息有持续预期 所以他啪一下走下来 然后又回去 市场在这两者之间 也做了一个选择 不清楚嘛 也不知道到底是 有没有继续往下走 还是又回来 所以 所以这个K线也是走完又回来了 冲下去又回来 最终 我们看到他 他走的路径是降息 无后续行动 那最后 黄金就走下去了 所以昨天的黄金啊 走势真的是教科书式的 教科书式的走势 和基本面走势是非 非常非常匹配的 昨天其实是值得 值得大家 认真去 认真去 去琢磨琢磨的 特别好的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 一个行情 特别好的一个行情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特别的参加 明天继续 好今天也是八一剑军 祝大家节日快乐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